各位小朋友好 今天6月7日 禮拜一下午的第一节 那我们上的是艺术 那今天呢 一样要教你们继续做鬼面之刃的主角的黏土哦 那准备好了吗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准备以下这些东西哦 第一个L夹资料夹 再来保鲜膜 再来摆胶跟牙签 另外还有黏土的工具组 那如果没有的话一样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其他东西代替或者是用手 好准备好了吗 今天要做哪一个人物呢 今天这一节要做的是 善意 那他呢是个没自信爱哭的主角 那制作上呢 total比较需要注意一点 其他都不难哦 那制作善意呢 我们需要肤色跟黄色的黏土 那橘色呢 那橘色的黑色呢少一点 接着呢就是白胶跟一些黏土的工具组 好准备好了吗 好 来 只做步骤一 一样呢我们先用肤色的黏土呢搓圆 轻轻的压扁变成圆形做成两部 接着呢再拿出肤色的黏土 拿出两小团做成耳朵贴上去 接着呢我们要做头发的部分哦 这个跟米豆子很像哦 我们取黄色跟橘色的黏土 然后呢把它改平之后呢 黄色下圆呢用刀形的工具切开 橘色上圆呢一样呢刀形工具切开 聪明的你就知道下一个步骤是什么了吧 跟米豆子一样哦 我们要准备白胶 好我们刚刚呢把黄色跟橘色上下两端 都切平了之后我们要拿白胶 把两侧边缘黏起来 然后呢再擀平一次 接着呢再用刀形呢工具呢把它切出发型的轮廓 这是善意的发型轮廓哦 好切好之后呢我们就在中心的位置放上我们刚才第一跟第二步做好的脸放上去 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再一样哦把头发边缘往上把脸包起来 那我们在橘色头发的部分呢可以用一些工具呢在尾端压出压 这样就有头发的样子就会更像哦 那我们这做头发其实都跟米豆子一样哦 一定要在颜色交接触涂上白胶才不会裂开 好那接着呢我再两步呢两侧呢再补贴上头发 那一样哦好我们在做的时候一样是这个步骤 好一样呢你就把两个颜色用白胶黏在一起之后呢 好切一下发型的轮廓 那我们这边呢一二三四四条切成就四条吧 摆在脸上补上他的头发 好那继续哦还中间还有嘛那我们就继续做 好你可以做大片一点呢我们切成长条 那只是长短呢在自己再切一下 好来铺上他的刘海中间的头发 我们前面头发前面的头发跟后面的头发都做法一样哦 那记得呢我们在橘色部分呢画上一些压痕压上一些压痕 好那你在做头发的时候顺便留一点小小的我们来做一下眉毛哦 好他的眉毛看到这里那一样要贴白胶 那眼睛呢就取两坨小小的黑色搓圆 压扁黏上去好再取两团小小的粉色搓圆 小小的压扁这是他的腮红 好那你可以再拿红色的黏度一点点 帮他做个嘴巴贴上去 好这个善意就完成了哦 那善意最主要呢就是他的头发的部分 头发做好就会很像哦 而且你用一些工具压纹路看起来就很力气就很像 好这是善意的部分 那我们这节就上到这里哦 照片 好 好 right